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大家好 台北股市今天 现在是早上的9点23分 台股目前重挫265点 很快速跟大家做个报价 就是说加权指数的部分 现在这一秒钟 13856 那我们的看法 今天的强弱关键叫13877点 也就是台股如果可以站回13877 不排除中场 接下来有能力往上做一个反扶 所以关键就在那个13877 我们先看现在亚洲股市 台股跌幅是1.88个百分点 那这一分钟加权指数 日经指数跌了2.3 韩国首尔2.27 大约落在2.3左右 台股跌幅大概是1.8到1.9 就是说相对性来讲 台股跌幅没有那么重 那为什么 来各位请看 为什么亚洲股包括台北股市今天开盘 跌的特别重 最主要就在于 在上星期美股下跌 美股下跌之外 高盛 高盛毕竟是国际重要 蛮重要非常大型的一个投资机构 那么高盛出了一个评价 就是说它下调 这是SP500就是标普 标准普尔标普500的一个目标 从原本的4300点 那么把它降到3600 各位一定告诉我 那4500降到3600 那现在呢 现在大约在3600 还不到接近了 那为什么呢 各位请看 也就是说 它下修标普的本益比倍数 你说是吗 各位请看左下角 左侧 这个叫本益比 这个叫本益比 OK 那个这是年 时间 这是时间 这个是本益比 纵轴是本益比 横轴是从过去这段期间以来 从2016一直到上周五截至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标普的走势 也就是说你可以去衡量 过去这几年 它本益比的波动 OK 你说那该怎么看 所以我用一个大 再来我们来看 再来就在于在上周 那很明显的 国际级对冲基金 包括市场大幅度 在现阶段大幅度在美股 在做避险 布空 周康 各位请看 最上面这个option这里 option trade就是在选择权 利用衍生性商品 半肯 肯四百亿美股 很恐怖 就四百亿 可是我的看法就在于 往往当空单在短期出现暴增 接下来不排除 有机会出现反转 就是当空单急速暴增 一种就是一路狂跌崩跌 一种就是出现反转 就是说多空双向 在这里在做对撞 所以整体上我觉得 是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怎么看 今天就看13877 OK 我们往下继续看标普的部分 画面上你所看到是标准普尔 到目前为止的走势图 我们刚刚讲过 左侧 这叫本义笔 OK 所以我们来看 我在上方跟下方 各画一条平行线 你说那你平行线的位置 是要画在哪里 画在高点跟低点 各位请看 这是标普500 它的走势 然后我希望知道高点跟低档 问题是哪里是高点哪里是低档 那就看 然后我们就在高点画一条平行线 低档画一条平行线 不就这样子吗 好 那我怎么画呢 我分别会在22倍本义笔 跟14倍本义笔 各画一条线 也就是说它告诉我们 标普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以来 它主要的大框架 大框架 在14到22 14到22就是8倍本义笔 8倍本义笔的波动 8倍里面你就要抓中间 不就有4倍的价差吗 所以就是18 就是14 18 22 18在哪里 18在这里 这也是18倍 OK 14 18 21 那现在呢 现在在16 现在在16倍 现在在16倍 所以你说 所以它会跌到14吗 不知道 这真的不知道 就是说 我们看从这么长一段 从2017年以来 有到14倍的只有两次 就这么长 17 18 19 20 21 到现在22 将近6年的时间 有跌到14倍 钢能本 那这一次会不会到 我觉得理论上 应该有难度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从 我们从反转指标的角度 这里已经出现了 它已经要到反转了 各位请看 高盛是不是下调 标普的目标到3600 对不对 3600嘛 从40003降伏 再减10个百分点到3000 好 现在在这 现在在这个点 现在呢 如果我们从我们的反转指标 PSY去观察 再-45 也就是说 我们利用反转指标去抓 它什么时候要反转 那么依照过往的案例 正50 叫做高点 突破正50 回到正50 小心那个就要跌 相对的 跌到-50 甚至于下穿-50 都没关系 站回-50 它一定会回到中间这个零走 OK 好 看完标普之外 我们就要看道琼了 为什么 因为跟台北股市联动比最高的 不是标普 是道琼 我们看上方 上方是道琼工业指数 那么底下呢 一样我们用反转指标做观测 那总共 一二三四 目前接近第五次 理论上今天晚上会看到-50的几率特别大 也就是说 从去年的十月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 正50有两次 也就是说他告诉你我要跌了 有两次分别是一跟右侧这一次的高点 那么-50发生过两次 那各位也许会说 可是这里跌到今天 不对 反转指标它本身不是趋势指标 你不能把它当趋势指标 它做波动 也就是说我如果在这里空到琼 我必须在这里平仓 在这里买 我应该在这里卖 那么现阶段我们看到上个礼拜 就是说国际机构 包括市场全面性的偏向空方 所以在不管是利用选择权衍生性商品 在上周大幅度空单暴增 那我的看法 你空单应该是在这里进场才对 要不然也应该在这里吧 这里我觉得现在已经-47了 现阶段纵使再跌那个低档有限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加权指数各位持续观察 现在报价1389 我们的看法在于有没有能力 重返877 如果有那就会反复 没有就适度做观察 各位请看 那台北股是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们的看法它会收敛 你说会收敛吗 好我们来看 我们去对比加权台股 台股跟道琼 纳斯达克 废半 就每股三大指数 再加上亚洲地区的日金 南韩首尔 大陆的上证 欧洲的德国股市 我们做总比对 今年以来 跟台股联动比最高的绝对是道琼 联动比最高是道琼 既然是道琼 各位也许会觉得说 可是从7月份以来 好像它的开口是不是急速扩大 对不对 也就是说台股它在走一个标准的循环 什么循环 我们先看左侧 左侧也就是说1月份到3月底 这一段 台北股市是领先道琼工业指数 就是说蓝色的是道琼 上方红K棒跟黑K棒是加权指数 也就是我们看左侧 今年的第一季 台北股市走势虽然在跌 但是走势比道琼来得强 接下来进入4月份开始 一直到接近6月底 这一段加权跟道琼纠结在一起 关键在于6月底开始 一直到8月中旬这个过程 这一段 这一段台股大幅度落后 也就是说当道琼在整理台北股市大跌 接下来道琼在涨 台股的涨幅落后道琼 造成怎么样 两者原本纠结在一起 后来大幅度乖离扩大 开口扩大 所以一度我们来看到到8月中旬 道琼工业指数 我们如果从今年1月5号 18619开始做观察点 到今年的8月中旬 道琼是跌了7个百分点 家群指数跌了17个百分点 两者价差是10% 就是台股今年以来落后 在这个时间点是落后道琼10% 可是我们来看一直到上周五 上周五这个叫什么 这叫收链 所谓的收链就是 我从领先变成持平到落后 对不对 那接下来我已经落后了 那落后我开口一度扩大 扩大它这里形成收链 你知道有吗 有啊 也就是今年以来到目前为止 到周五 美股是跌掉19个百分点 加权指数不含今天 一游就有14% 19减二游是不是5% 那左侧是不是扩大到10% 这里剩5% 它不是在收链吗 所以台股表现 不会比美股差 这里在第四季表现不会太差 这里在形成标准的收链结构 那我们觉得会持续好 那问题是到底会不会涨 那就只能看这个了 也就是说 加权指数现在跌1.9个百分点 尽量这一秒钟9.34分 加权在13850 然后现在跌267点 跌幅是1.9 那为什么亚洲股市跟台北股市 现在都会跌 就很简单都不用猜 因为你只要看MIX波动率指数就知道了 MIX如果是往上 那代表会跌 我们先讲现在的报价 现在即使早上的9.34分在30.7 也就是30减息代表 所以我们一步步来看 首先我们把从上个月一直到这个月 这足足两个月的时间 把它的最大交易量跟次大量抓出来 就两个点 这个点 一个发生在9月13号 原本这是最大量 可是在上星期五 今天是礼拜一 上星期五爆出 这两个月的最大量 在上星期五 在这个点 我们把这两个点抓出来 这个点原本应该在26.65 那你为什么写27.1呢 最主要因为这里有一个月份转换的缺口 那这个缺口插幅 你要把它回补 OK 你要把它还原 你还原完这里就不是26.65 变成27.1 也就是说次大量在27.1 主要交易量所产生的交易价格 会得出一条紧线 所以这个点在27.1会有一条紧线 相对的 上周五最大量爆出了 这两个月不是一个月 这两个月的最大交易量爆在29.85 问题是那你说29.85 然后低档放量高点爆量 对不对 对但是问题是现在没有在29.85之下 如果这一秒钟 MIX在29.85之下 台北股现在是涨的 不会是跌的 雅股也会是涨的 是 所以你就看领先指标 领先指标现在在30.75 也就是30.75应该是在这里 在这个指挥棒这里 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31 这里是29.85 30.75大概大约在指挥棒 比了这个位置区 也就是因为它没有跌破29.85 为什么 因为MIX是反向 MIX叫恐慌指数 市场对未来看空 对未来非常谨慎 到了害怕惊恐的地步 那这个MIX指数 那这个MIX指数 恐慌指数就往上走 就往上走 市场很害怕 它就往上走 市场就一直跌 是 所以它是反向的 OK 所以MIX向上走 第二 证券市场一定会跌 因为它是领先指标 一起领先指标 所以当我们每天 包括今天 明天 后天都一样 你只要看着MIX 那你大概就知道 接下來行情是要往上往下 我们会研判错误 但是它不会错 你问我 我也经常会看错 很正常 但是波动力指数它不会错的 因为它第一个它会领先 那记住它是反的 它只要往上 那现在为什么 今天的亚洲股市跟台股是跌的 就因为它没有跌破29.85 所以股市就会跌 那你说那接下来什么时候会涨 它只要有能力跌破29.85 那整个量价就出现空方形态 从MIX来讲 MIX转空方 那当然市场就看涨 OK 好不好 所以现阶段我们的看法 这个部分 最大量因为是在29.85 次大量在27.1 我们讲过两个量 一个27.1 一个29.85 所以现阶段以今天为例 我认为你就看加权指数比较简单 一个看MIX 那一个看大盘 其实就够了 那在个股的部分 我觉得暂时先观望 为什么要先观望 你也不能每天买股票 那股市一直跌 那什么时候可以站在多方 你最起码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MIX现在30.75 它要能够跌破29.85 第二个大盘要能够站回13.877 以今天为例 第一个它没有站回13.877 MIX在29.85之下 我看法我们暂时先观察 观望也是一种策略 就是说也没有人的钱 口袋可以伸到每天买股票 所以该观察就该观察 应该相对的必须要乐观就要乐观 OK好不好 乐观的条件就只有两个 第一个加群指数必须站上13.877 第二个MIX需要跌落29.85 感谢大家 也欢迎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i8 祝福社会好朋友 未来的每一天身体健康 操作顺利 和家平安 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慎慎评估 并对 观传绎所推荐 德盂 林匡靓 本集完 优优独立% 本集完 股票 比较 地